他們的收入好不好 好 我們 依照我報告一下 中壢區 我們有中壢區 我們給他360萬的經費 啊 平鎮區 我們是給他200萬 啊這個大園區 我們是給360萬 對 你給他 啊 大西區他是130萬 盧竹區是 499萬 你給他這個錢做什麼用 對 像盧竹區 他的面積大約就是10公頃 他是爐竹外設的那個橋的附近 就是整片的 好 我再問一個休閒農場 休閒農業區 休閒農場是我們鄭市長 這個最熱門的農業經營項目 他說我們要目標達到100家 那麼你現在怎麼樣的輔導這些 休閒農業區 目前我剛剛聽 吳宗憲講說 我們目前休閒農場有通過的是 冠林區蓮花休閒農業區 他的面積大約有900多公頃 一定農委會在11月會公告 我們農潭 農潭區今年有報 但是也沒有沒有通過 但是是大北坑規劃中 我們有四個地區 我們今年會在106年5月份 經過我們的老師評定之後 透過公所與農會 送農委會審查中 大北坑的第一次沒有通過 那現在要第二次送農委會 明年就是繼續再送 那你預估這個案子 大北坑的案子 什麼時候會通過開始執行 我們明年預計要送六個 可能會過四個 因為全部過是不可能的 這一次我們也是很會長 假使過了以後 要多久開始來規劃 像今年的官英 就是在議店11月會公告 公告之後明年就開始做了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石門山那邊是好山好水 那邊有沒有可能規劃成休閒農業區 或來扶到他辦休閒農場 因為那是風景區 風景區就不可以 風景區那面積可能就是有 面積不夠 有抵觸或是這樣 那科長報告一下好了 跟一座座報告 有關石門山是不是能夠來列入 休閒農業區劃定的部分 如果當地居民的意願也會很高 我們也會來結合我們 客家事務局的台三線 來做初步的評估 評估看他是不是有潛力 沒有絕對不可以 只要有那個條件 有意願 私人登記成休閒農場也可以對不對 我們會來列入來評估發展 那你們是歡迎還是覺得不歡迎 還是鼓勵還是不鼓勵 我們當然鼓勵啊 好 謝謝 那我請 張議員 水務局長 我們這個污水下水道工程 是 對於我們整個大桃園區 可以說這個交通影響非常的大 是 那坦白講這一年多來 我認為說你們作為一個監督單位 有代呼職守 因為在這個一年多之前呢 我們看這個水務局 對於這些承包商 對承包商的要求 又或者一年多前 承包商好像還比較在乎說 是不是有做好這個道路安全維護啊 又或者說今天要封一條路 這個載護道是不是會不會影響人車啊 或者說有沒有必要先預先告知 但這一年來我們所看到的 發生很多起喔 包括到說施工中不小心 這個石頭飛箭 把人家店面玻璃砸破了 那人家這個跟工地主任講也不理會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一條道路 忽然間說封起來就封起來 也沒有先做告示 這個封路前後也沒有指示牌 完全都沒有 那甚至於啊 這個 在這個風 要這個臨時要將這個致癌水啊 停掉啊 也沒有做任何的預知 這個承包商 這個高興說現在忽然間就把它停水 就停水了 這個連我想停水啊 致癌水停水都必須要有它的一定的規範嘛 都必須要先公告 這些甚至都沒做到 沒做到呢 甚至我們的這個社區啊 在跟這些承包商做反應的時候呢 這承包商的態度啊非常惡劣 那這個道路上啊 有一些這個圍起來這些圍裡啊 有些甚至是倒塌 然後也沒有人在那邊維護 又或者有一些地方根本就圍過頭了 又或者圍起來以後 這個時間拖得非常的長 到底它有沒有必要圍那麼久 這些喔我們都看到感覺到好像是有一副喔 這好像無政府狀態喔 那我就覺得說水務局在這一部分喔 身為監督單位喔 有時候是完全就沒有在這一部分 有去做到任何的一個監督的效能存在 我想這個有幾次的這個個案喔 這個跟水務局反應喔 水務局甚至於還沒有感覺到說這是你們的事啊 那事實上整個污水下水道工程是貴局發包的嘛 是不是 貴局監督的嘛對不對 是啊 所以你們喔不能夠再放任這個污水下水道工程 這個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像沒有政府一樣 你是監督單位啊 我們每個月都有跟大家開會 那你每個月的開會 如果只是流魚行事的話也沒有意義啊 事實上我想今天大家很多人對於這個污水下水道工程 所造成的這些民生影響喔 這我想很多議員都有提起的喔 那我想這個你們坦白講喔 我真的是告訴你們喔 在一年多前啊沒有這麼囂張 現在真的是喔比較嚴重 你們真的是要必須要這個 這個喔不要讓老百姓讓你們建置這個污水下水道 這個是必要的這個過程 但是你不要讓這個過程 這個該做的還是要做啦 好不好 是是是 謝謝 好謝謝醫師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蔡永芳議員 陳志文議員 許清順議員 三類議員共用25分謝謝 好謝謝 謝謝副議長還有副市長還有兩個局處的局長 還有新聞媒體記者還有我的好同事喔 好欸那個我請下那個水務局喔 局長早上大家都在問日頂水務啦 是啊這個我相信 你們應該有個溝通的管道吧 有我們每個月都有開這個會 然後副局長每兩週開 他們的那個窗口是誰 電話 我們要找誰 比如說像我們爐主區的五福一路要找誰 啊 然後馬上提供給一座這邊 好啊 因為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第一個就是說齁 目前來講就是啊 這個月初啊 我們在施工我們的五福一路的時候 在五福宮前面啊 有一個大的人孔蓋啊 然後施工的時候就是 雖然有架設為理 可是鋪好了以後啊 當天晚上馬上下線了 大概二三十公分 那我也通知了日頂水務 他也有派人來看 可是看了以後 他有來修 修又沉下去 那我想說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窗口 讓我們議員喔 直接告訴里長 里長在通知林長 第一個就是交管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他線問題 那可能會影響到整個交通 尤其在晚上 如果是塌下去的話 會造成交通的危險 騎機車的人過去 那就可能會很危險 有沒有說 有關這個路面的這個塌線的話 我們跟物質水務都有一個SOP 那一旦發生的話 那一定我們會 第一時間接到通知 那我們也會派員來做這個處理 做處理嘛 那是你那個窗口的電話給我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在每個路段都遇到 比如現在像在我們的長興路 結果接駕我們的爐竹 爐竹過去就是我們的紅竹 那變成這條道路整個在施工 那變成很大的困擾 就是包括我們藍星啊 你撲過以後還要再來鋪設柏油 那變成說整個交通會影響的時候 那我們有個緊急的窗口跟電話 給我們應該是合理吧 是是我們再跟一座報告 會後給我們如主四位議員 不然我們每天都會接到電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我也麻煩說 南崁溪的那個景星河濱公園 對面的河岸的 維護那個科長 你應該有跟我去看過吧 那個情形怎麼樣 因為那個景星公對面的那邊 之前有要做 因為地主的部分 他們就是希望說能夠納入區段徵收 然後有確定了以後才能 好那就是曾校長他們 好那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在這裡 也討論過了 我們也跟他回答過 地主你願意提供同意書 我們就來做 是不是這樣 好那這個就謝謝局長 感謝你真的協調很多事 科長真的很禁止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就是內挫理 長興路三段的長興橋的右岸 那應該只剩下一個民眾吧 對只剩下一個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尾商在設計了 為什麼我說要來維修這個右岸呢 因為我們科長很了解 那個就是我們的以前的 我們的一個垃圾的行水區 現在已經給他瓜分的差不多了 里長跟我為了這個問題 六年的時間 科長啊 跟我很努力的在這六年當中 我們只差一位 這一位 我們真的有個資法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拿到資料 希望水務局協調來溝通 來幫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嗎 好我們找他來開會 這樣我們里民的生命財產才受到保障 這六年來 我想你們也很辛苦 我們也被稱請了很多次 那這次可以解決的話 時間給我跟規劃圖給我 要給里長知道 可以嗎 我們內挫理的插欄里長 好謝謝科長 好謝謝 來農業局 局長 那個我們現在是不是 我們那個 三筆 三角 外設 坑口 這四個里 現在我們是不是把它化成 化為那個休閒農會區 是不是 科長是不是 是嘛齁 那這個規劃也已經送出去了嘛 已經標照標出去了嘛 哪一個哪一所學校或是哪一個 教授標道 跟一座報告有關 坑子溪休閒農業區的規劃案 目前是委託屏東科技大學的段教授在做 好這樣我知道了 那進度呢 目前都已經有跟地方在做教育訓練 好跟這四個里長 第一個要求這四個里長 第一個要溝通 還有我在內 我自己本身也有 也有土地在那邊 我希望你要通知到 各裡的里長 還有這些業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明年度啊 你既然分為兩個區 第一個區就是啊 我們的 剛才那個四個里 還有另外一個里 就是坑子里 明年要幫我編預算 書面給我可以嗎 好謝謝 謝謝 在這邊想請問一下 我們農業局 那個 所以我剛才 在這邊真的首先也要謝謝 我們農業局 那個前兩年開 前幾屆開 去年開始 我們桃園市有舉辦了所謂的花彩節 我們花彩節 當然從剛開始 從我們的爐主 開始試辦 然後說實在成效非常好 那今年呢 規劃是在我們大溪 也就是 折子是在我們的那個大溪的那個 越美 越美地區 越美地區 那預計你們花彩節 在我們那個 花彩節 的那個 預定地 今年在我們的大溪 來做那個 辦理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目前來講的那個 面積呢 大約有五公頃 大約有五公頃 我們的協辦單位是 大溪休閒農業協會 好 那還有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真的也非常歡迎 那麼 那個口碑那麼好的一個 那個這樣子的一個 節慶好 來我們大溪來辦理 我們也非常歡迎 那這邊有幾個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農業局 對於這相關配套措施 你們做好了嗎 第一個 首先所謂的橫向聯繫的部分 你們要跟我們大溪分局 包括我們的交通局 做好我們的那個交通動線規劃 以及停車場規劃 那我們停車場設置 以及我們臨時的標誌 那個標誌標線的那個 標誌告牌的部分 告示牌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橫向聯繫 我們還有包括我們的大溪區公所 那別忘了 我們大溪還有一個大溪花卉產銷班 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要下一次 拉入你們的那個討論 我們都有在開協調會 我們這一次是透過我們的交通局 管理局 還有我們大溪鎮公所 大溪分局 這交通方面 我們都是有在協調 那地方上 除了我們本身來講 我們的那個 越美社區發展中心 還有我們的那個 就別忘了我們大溪還有一個 花卉產銷班 我們預計是在 11月12號到 11月20號轉出 好不好科長 這個你有記下來 希望說 下次在開會的話 別忘了也要通知他們 一起來共同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順勢 可以嗎 好 還有這部分 那個煤氣颱風剛過 我想了解一下 目前我們農業局 有沒有那個統計過 我們桃園市 目前來講 我們那個 農水面積 農水面積 已經大概 那個農水的一個金額範圍 我們有沒有做調查 440 目前被害的面積 全是 有442.5公圈 損失大約 2314萬 當然這樣的數字 就是跟其他的縣市 比起來來講的話 我們算是 我們是比較少一點 對比較少一點 但是畢竟我們還是 有農水面積 跟對象 這次是規劃為 這個是天然災害 所以說手續上 就比較辯明一下 好我是希望說 局長 基本上來講 當然跟鄰近的縣市 比起來我們的農水面積 算是不大 但是畢竟還是有農水 那針對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未來的一些 修復辦法 我是希望說 貴單位 朝著重優 重寬 重數 的一個方向來去進行 可不可以 對 好 我們天然救助 我們 就是在 大豆方面 這每公頃2.4萬 田市 就是每公頃9萬 好沒關係局長 那時候因為我時間關心 那個會後再補詳細資料給我 好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來講話 說實在我現在才知道說 我們農業局 有辦理我們桃園市犬 貓屍體分化收費辦理清洗 這個相關的一個辦理辦法 這目前來講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公告的 我們必死 必死豬 貓 局長我們讓科長回答好了 這個從103年5月開始辦理 從103年5月開始辦理 基本上來講 我是希望說我們桃園市 既然有這樣子 已經有公告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那是不是在宣導上面 希望能夠再落實一下 因為說實在我們家 我家也有養貓養狗 那像我也常常帶那個 我的那個犬啊貓啊 去那個去做打預防針啊等等 或者去那個寵物用品店 我都說實在 我都沒有看到我們農業局 針對這樣子的辦法 做一些相關的一些 宣導海報等等 我都沒有看過 那這部分會後 你們要不要檢討一下 好嗎 謝謝 那個水務局 這邊說實在的 必須要稱讚你們水務局 真的有一個非常優秀 優秀的一個團隊 怎麼講呢 污水下水道 從剛開始前年 從坑開始前年開始辦理 開始說實在的 這個位置已經下跑三個科長 一直到我們黃科長去做到現在 說實在的 他對我們的整個的案件 不管是我們的 當我們的工程遇到困難的時候 當有些地主 包括地主也好 屋主也好 或用地人 對我們的工程不了解 說實在的 他們是接到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他都可以迅速的 能夠去幫忙民眾 來去做解決相關的一個問題 你說你的團隊非常的優秀 那在這邊有幾個 有幾個題目 必須跟我們水務局 來做一下意見的一個交流 第一個 就是本習說來 從之前到現在 最關心的就是我們大漢溪 大漢溪的那個專管 專用引水道 引到我們的那個 下游的 我們的應山院的那個 進水場 那這部分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有進度了嗎 我們跟中央到底有沒有開始做協調 我們這一部分是我們有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就是從厚止院到燕山院的一個整體規劃 包含就是說這個整個提案的一個興建 還有這個防汛道路 以及剛剛一座提到的這個裝管 還有周遭土地的一個看法 現在就在做這個可惜性的一個研究 那我們在明年的五月 會提這個相關的這個報告 會送國發會來審查 因為這一條專管專用 對我們地方未來的一個地方發展 非常重要 未來的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因為受限於很多的一個限制 那限制就會限制地方發展 所以這部分來講 我是希望說你們能夠再繼續加油 好不好 然後還有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到底我們中壢 浦頂污水處理場 尤其我們的那個浦頂污水處理場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那個原址 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到底跟 跟我們那些那個官司 現在目前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已經一審已經勝訴 那現在就地上全這一部分 那現在在二審正在第四次的一個準備庭 那我們預期應該 在地上全的這個塗膠 我們應該可以勝訴 那相關的這個發包 所以對官司抱持了樂觀的一個態度 應該是非常樂觀 應該是非常樂觀 所以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的那個浦頂污水處理場 目前到底現在有沒有 我們現在已經就是說發包 那在10月20號會來簽約跟大陸工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已經有對象了 跟新達工程 好沒關係 大陸的子公司新達環工 好 時間關係 會後科長你再給我那個書面 詳細的一些報告 有關於我們那個那個 那個浦頂污水處理場的 目前相關的一個進度 然後還有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有在 有在做我們的那個 那個月梅人工濕地 以及我們山珠湖的一些相關規劃 請問一下 現在目前規劃的進度是怎麼樣 月梅這一塊的話 我們應該是在 明年1月就可以完成來做操作 那山珠湖的話 那我們已經發包做這個規劃設計 那應該在明年的 過完90年就可以來實作 好 局長 我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疑惑 跟小小的問題 想請你幫我解惑一下 我們月梅到山珠湖 我們中間會跨越到哪裡 我們中間會跨越一個 大溪污水處理場嘛 對不對 那因為呢 在大溪污水處理場 當時在設置新建的時候 目前已經開始在做營運了嘛 對不對 那之前還沒有再規劃 所謂的我們那個 月梅人工濕地 跟已經延伸到我們的山珠湖 這整個的一個整個規劃 那個時候還沒有 那現在目前規劃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中間有一個大溪污水處理場 那你們整個的那個 大漢溪的右岸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你們對這一塊 你們要怎麼做處理 我們這個大溪污水處理場 是處理這個 株式計畫區的這個污水 那月梅這一塊它是非株 所以它的污水 但是也會進入大漢溪 所以我們用這個 我的意思說你們從月梅 一直延伸到山珠湖 一定會經過大溪污水處理場嘛 那經過大溪污水處理場 這一塊工程用地的時候 你們來去如何去做規劃 就是說讓我們民眾 月梅人工失地一直到山珠湖這邊 你們是不是 目前來講兩個不同的那個使用目的 兩個也是不同的規劃 兩個也是不同的單位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在你們規劃當中 如果經過大溪污水處理場的時候 你們做周邊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啊 或者是一些相關規劃的時候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是我們會特別注意 麻煩了解 將來希望可以結合那個 月梅的休息農業的部分 那整個月梅地區的部分 都可以合併在一起 好謝謝 謝謝 我們副議長 那個副次長 我給你請教 你對於我們水務局的專業 你覺得怎麼樣 不錯啊水準很好 不錯 什麼叫做專業 專業就是對特定的問題 他有一定的分析跟解決問題的方法 好請坐 那個梅副局長 貴局的專業你認不認同 我認同啊 認同喔 什麼叫專業 專業喔 專業就是對 剛剛我剛剛 黃副次長已經說過了 加一喔 同上加一 加一 好OK 那個李金晉副局長 對於貴局的專業有什麼看法 包一座很不錯啊 很不錯喔 那什麼叫專業 好 對各項的一些問題的解決 都有一定的程度跟看法 還有解決的模式跟方法 也是加一嘛 你請坐 那個 局長 是 貴局的專業認不認同 認同 認同 什麼叫專業 專業就是能夠用 把問題能夠處理非常的圓滿 好 那個我們光達議員啊 說我們有專業 但是我們的專業 不要太專業 民眾聽不懂 有一句話這樣講啊 他怎麼解釋專業你知道嗎 所謂的專業 就是把大家都懂的事情 用大家都不懂的話 講出來叫做專業 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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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吧 應該不是喔 那個貴局的協調會 我去過幾次了 像上次那個廣服路那個排水箱行那個 是 那個 現在進度怎麼樣 現在進度已經發包 已經發包 是 進場施工了嗎 現在先做管籤 做什麼 交為跟管籤 交為跟管籤 那個 你們在那個什麼 什麼水情看桃園 有播出來 說 9月20幾號就要開始動了 是 為期一年 當時在現場 那天開協調會在現場 其實 民眾聽了補薩薩 其中有兩位在反對 是他們反對的目的 一聽就知道 他們反對的目的不在這裡 希望有其他的補償金之類的 可是大家被牽著走 然後又被民意代表牽著走 就現場一團亂 是 結果 很簡單 可以解釋的東西 你們不會解釋 結果 結果我跳出來的解釋 結果回到我中來的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很抱歉 很抱歉 你如果不買 我來給我看看 我替你們 為你們政策 在辯護 結果整個人 在那裡拎 他不知道他們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你們的簡報 太專業了 知道嗎 是 太專業了 專業了 大家聽不懂 有什麼 我這樣說 你認同嗎 認同 認同 你請坐 那個耿副局長 這什麼你看到有 那個是沙包 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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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底子有 可以動多久你知道嗎 正常那位 半年 半年 半年左右 暑假期間 頂多三個月 你看 這才放多久 開始底子破了 你知道你們 近年都三包 發出的量有多少 你知道嗎 我們大概是 四萬七千兩百四十九包 這是工作環 工作環四萬七千兩百四十九包 規矩發的 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包 是 總共五萬八千三百九十九包 是 我請教你了 你們當時要回收 一般我們會在迅期後 大概就是十一月 十二月左右 大概會 寒請公所 然後把這些相關的這個沙包做回收 你有統計過 每年的回收率有多少嗎 我們將來會 未來會做 我跟你講 你們的回收率 有很多是公務局幫你們回收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廠商 那個排水溝的那個清淤 他們替你回收掉了 這裡有多少 五萬八千三百九十九包 一粒 一粒 一粒方米 差不多三十五包 你要算 這樣 差不多有幾粒方米在外面 這些 都是 排水溝的殺手 你看 這今天就 太多了 有看到嗎 發出沒多久 結果 這裡都破掉 這是放在後面的 放在後面的部分 又沒有車 又沒有盤 那位有盤開的 有盤開的 結果放上整堆 車又到了 這怎麼破掉 這個我想我們後續會加強這個部分的管理 那個 你們跟廠商定合約 沙包發下去 有回收嗎 有嗎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回收 沒有回收怎麼可以回收率 我們會請公所來協助回收 有一種東西 什麼包發出去不用回收你知道嗎 麵包跟菜包 沙包需要回收你知道嗎 不回收怎麼辦 淤積 借收入二段 在這幾次的訊息裡面 路面變水路走 結果那個 那個 公路種子有沒有 有水溝旁邊都去揉空 為什麼 因為他旁邊邊過的空 都被打起來 他把它揉開 讓這些水可以走路高 這也是一樣的情形 我們這裡很多社區的沙包 到那個沒有去沒有收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的水膏 水都沒有下去水膏 都對路走 有路在走 路走的時候 社民島比較多的 下去走裡面 用沙包來擋 擋了之後又沒回收 這個我們來負責來處理 謝謝 這麼久你們從來都沒有研究過 那我請問你 沙包要不要回收 局長你請坐 我請問副局長 沙包要不要回收 要 麵包呢 麵包吃到肚子裡面回收不起來 就不用了嗎 對 好不好 所以這個問題 請你們認真的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另外那個農業局 我想奇怪 怎麼會說今天你和那個 水務局白組會 總是要 要跟你們研究會 我們八地 很多 我去看那個 鹽水的部分 像你的和平路528項 那有 很多 以前的鹽 如果處理好 也不鹽 現在還有鹽 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農地沒有農用 那邊的外國工廠 都打起來 結果水路改變 我們殘的燉水 現在不燉水了 水路改變 我們水是怕當兵 現在 那邊 我們已經 蓋起來 水路走了 西邊 有西邊 爆炉回來 社區就營掉了 還有一些網氏蔬菜 網氏蔬菜 網氏蔬菜 他都來 馬上就走到我 但是網氏蔬菜 那邊 在白樓那邊比較多 白樓那邊的鹽水 是跟那個 頂頭的水 跟那個長坡市有關的 長坡市的地方 廣浮路那邊 處理好之後 應該可以改善掉 你們這個部分 其實那個 我早上要來的時候 我也經過 其實很多地方 這個 違章的問題 還是很嚴重 但是今年 我們剛好通過 那個所謂的 剩餘土石方 那個條例 裝GPS 我想 裝GPS之後 只要 只要圖拉區 後面走 報警察 現行判 先給他扣車 所以請 以後這個條例 報上去 準下來的時候 請廣為宣導 後面不要打1999 看到這個 打110 叫警察去處理 這樣可以嗎 你如果沒有那些小螞蟻 在那 五軌搬運 這農地被回田的機會 就變少了 所以這次 我們那個剩餘土石方 那條例過了 我相信 這個農地被回田的機率 真的會可以改善很多 好不好 那謝謝各位 那個記得一件事 沙包要回收 麵包跟菜包 不要回收 對不對 局長對不對 是 好謝謝 好謝謝 請坐 接著下來我們請劉仁趙議員 以及林志強議員 公用15分鐘 謝謝 好 首先我先請教一下水務局 劉局長 是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的工作報告 有提到 我們那個新街西整治的部分 可以簡短報告一下 明年度的規劃到底是怎麼樣 明年度的規劃 我們這個新街西其實是一個 三年的一個計畫 從今年一直到107年 那總共是3.2億 那我們現在這個已經在 公所已經有施作一段 在福州橋這邊的一個 這個步道 那實際的工程就包含了這個 治理工程 就是我們新街西的這個 美濃橋到福州橋的這個 這個拓寬 那以及他的這個 提案的一個製作 那是有 好 那這樣我聽起來應該是說 今年的部分應該是先從 中立開始 中立那一段開始做起 對對 然後明年就是後續 再往上做 往上做嘛 所以會到我們平鎮這邊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平鎮的部分 應該明年也有編預算來做 有有 甚至說有綠地的話 可以做公園的這個部分 應該也是有嘛對不對 對 步道我們編了4500萬 那公園的部分呢 如果有用地的話 公園是1500萬 也都有嘛 有有 對 就是不要讓我們那個 因為其實 今天我們也會看很多次了 這個區長應該也了解 本期要講的部分就是說 不要讓我們的 都是桃園市民覺得說 隔個新街西 隔壁的綜藝 就非常的漂亮 美潤 然後我們的平鎮 是完全什麼建設都沒有 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是說 所以明年度的部分 一定可以來執行這個部分 對不對 預算通過一天就可以做 OK 這預算我們一定會全力來支持你 這個要麻煩我們那個局長 帶領我們那個水務局的同仁 加緊來把這個部分完成 因為治水的部分 還有那個景觀的部分 把它整理好 相信對我們的市民會非常有感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要提一下那個老街西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桃園就分北南 北桃園跟南桃園 北桃園大概就是南侃溪的一些 自行車步道的部分 南桃園就是我們老街西的部分 那老街西除了整治以外 我知道說我們也有在做自行車步道的串聯 那現在是先往 我們先往用地比較沒有問題的平鎮端 這一方面上游來開始來取得 對 先做博工檔 對 先用博工檔 這部分我了解 因為其實我們今年 我不知道局長 應該也知道說 我們平鎮端有一個部分 是說要拆房子這個問題 這個未來要怎麼來處理 因為這個已經有共識了嗎 這一部分是在這個順水的左岸 所以我們是先做 到一百零件我們先做右岸 那左岸這一部分的話 那我們還會跟這個住戶來協商 取得共識以後 我們才會來執行 所以就是說右岸先做 左岸的部分現在還沒有取得共識 對不對 還沒有 左岸的部分目前都還沒有 對 因為它有的有七層樓的建築 對 那所以真的也沒有辦法做內深的部分 就是說架空那個 這個工法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很多民代表都希望 但是因為它那個長度也蠻長的 那可能要看看這個工法上可不可行 那我就希望說這個部分 就是局長 因為說真的 老街機整治不可能只做右岸 左岸一定是來回對不對 對 所以左岸一定也要把它弄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溝通的部分 也要加速努力來跟居民來溝通 不管是如果要拆 那補償費的部分 要怎麼來跟他們談 然後如果可以不拆 當然居民當然是不想要拆到房子 那就是說如果工法上可行的部分 本期也這邊也希望說我們局長 跟我們市政府來考量一下 我們那個老百姓他們的財產 對 因為一拆的話 很多民眾 因為我相信局長你也有開過這個協調會 對 對 有些民眾都會講說一拆 他可能三分之一的房子 後面所有的廚房廁所全都不見了 對 那房子可能真的會沒有辦法住人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幫所有的老百姓 來發聲一下 那我們局長 希望說 但是這個事情一定要面對 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有一個結果 要有一個答案 我們才能後續來做 我們老街機所有整個串聯的部分 好 那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剛才有提到 我們要一直住到柏公檀 先從柏公檀 柏公檀那邊就沒有用地的問題 對不對 那就是說 明年有一個 也有一個清水公園的規劃 剛才有議員有提到 對 有一個跨橋 那除了 剛才嘉良議員也有提到 就是說 因為其實 本期也一直在 在關心這種 就是我們那個八字郡的文化 這個事情 那我相信 我們的科長 我們也都有去現場 來跟我們當地的一些 祈禱來討論這個文化 那所以說 其實八字郡這個文化 它已經在民間有一個團體 他們對這個文化很有研究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到時候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意象 對不對 我相信局長你有同意 我們到時候清水公園 會做一個八字郡的意象 對不對 是要說故事 對 但是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 我們要尊重一下 就是請聽一下 他們這個團體的想法 因為他們研究很深 所以到時候 要做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們會看的時候 課長也有答應說 明年要做的時候 會再跟我們的 他們來討論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千萬不要忘了 對 要做 我們就一直把它做到好 然後他們對這方面 也非常有經驗 所以這個 我就請我們局長 明年這個再幫我注意一下 是 好不好 那 另外那個 他是進 清水公園那個 水質立堅處理設置 這個有定案了嗎 會做 環保局在選擇 環保局現在在做這個選擇 那我們是在 博工廠這一塊 有給他規劃一個場地 但是他的處理量 只有2400噸 那他是覺得好像 量比較少 量比較少 不符合效應 現在還沒有完全確定 還沒有決定就對了 那這個部分我再問環保局 好 局長 請坐 以上剛才那幾點再麻煩局長 再幫忙處理 謝謝 好那我要請教農業局 謝局長 其實 其實 只要每次到農業局的工作報告 很多議員都會提到 不外乎就是幾個問題 那常常都會提到 紅火椅的問題 我相信紅火椅的問題 該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每年預算都花很多錢 也甚至動用到第二預備金 這個錢也是花下去 但是 但是 該怎麼說 老百姓 農民他始終都覺得 每次看到我們都跟我們 跟我們抱怨說 為什麼 都是沒有效 為什麼 他們自費去買的就會有效 所以 這個部分我真的覺得 我知道你們也很用心做啦 然後 你們的配套措施也有做好 然後也常常有去下鄉 跟農民說要怎麼去施藥 然後他這個藥性是要怎麼來處理 這個我知道你們都有 情之中是有錯好 但是 但是 老百姓他們農民 他們就是覺得說 我的 我的農產品一直 一直不見 然後我一直被咬 所以他當然受不了 但是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是你們是專家 我們是專業 所以 難道沒有別的藥可以來防治嗎 因為說真的 報告宇宙 那個 因為我們都有跟 國家紅火雨中心 希望他的藥 所以說 還可以改善一下 我們這邊的 就是我們 像我們都發局 地政局 我們協助 把那空地 再養地的那些廠商 那在以後這個土方的移植管制 我們就是要嚴格的 像澳洲 你如果你的地有 紅麻魚 我就是罰你 這樣才有辦法 第二個是人力的問題 因為廠商控制的 整個那個 紅火雨的這個中心 他培訓的廠商只有三家 加起來沒有沒有十個人 所以說他其實 有三個縣市 新北市 陶環市 新竹縣 他們這樣的功能 都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希望 在今年 我們在各區產銷班 水稻產銷班 蔬菜產生包區 那個續產的產銷班 我們挑選了60個志工 我們受 國家紅火雨中心來培訓 發給他證書 我們以後就是 各公所去指揮工作 我們不要給他 這個廠商這樣壓著 我們再走 第二個就是 藥的問題 藥的問題 我們是要在 紅火雨中心 再賠 再換我們這個藥 局長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那因為我要強調就是說 實際上 我們每年真的 花在這個預算 真的很多 我相信一直下降下去 可能每年以後 可能花將近快一億的預算 應該有可能 對不對 我們去年 已經花了 動用到第二預備金 將近花七八千萬 就我的了解 對 報告玉座 那個他們過去 澳洲去那個 官 去延期的話 他們都是國家在 在賣 那個洪火雨的 他們是管制的很嚴格 如果不做的話 他就罰你 一直罰 罰到你那個 所以他也是要這樣做 這個部分 我就希望我們市政府 我們副市長我們局長 大概這個議題 真的要好好來檢視一下 就是錢真的花了很多 那但是老百姓感覺不到 目前的這個效果 我希望說我們要好好來檢討一下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我們那個緊急救護的部分 就是補風桌舌這個部分 目前已經轉交給 因為我就直接講 轉交給益銷 對 補風桌舌是委託我們的益銷 那 目前我們一銷 一共有四個大隊 十六個分隊 我們有一銷共有三百五十三個人 來共同 好局長 這我了解 那就是說啦 我要發聲一下 就是說我們也有編列 編列預算購買設備給他 但是一銷有跟我反應 那個比如說補風衣 他常常有破掉 破掉了 結果他還是要跳進去補風 所以很多人 那個一隻蜜蜂 虎頭蜂飛進去以後 他被咬的半死 他反而蜜蜂跑不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我們的 我們已經委託預銷來幫忙 然後編列預算 所以這個我希望說 設備要足夠 設備要足夠 他們才能去做事情 這部分再去幫忙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有預算的裝備 我們會再補強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最後一個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蜜蜂屍體焚化的部分 目前蜜蜂屍體 我們是不是當作廢棄物在處理 應該是吧 所以這個對 比較不尊重 蜜蜂屍體 我們就是 從103年的5月開始 我們就是 每公斤就是90塊 好 局長 那這樣子好了 那這一個問題 後續的再給我出名報告就好 我們有資料 那我請世強議員來那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能召議員 謝謝副議長 我想先請教我們水務局 是 那個也在這邊特別謝謝水務局 在我去年總質詢的時候 特別將大漢西整個整治的計畫 做一個質詢 是 那也特別要感謝我們這個副市長 這個 副市長請坐 主責的這個協調會 我們把這個 瑞芯 瑞芯的高壓電塔 順便包在這個核酸整治的計畫裡面 你們想請問一下 你們的可行 現在開始在進行可行性的評估嘛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會完成可行性評估的報告 我們會在明年的5月 會把這個收帖送到計畫 送到這個國發會 國發會來審查通過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 所以這個騎乘大概會多久 一旦通過以後 那我們就是 會分連分期來執行 那因為他的這個 整個提防的施座 大概有20公里嘛 然後另外還要做這個 他的這個 防汛道路 那以及這個 防汛座做提防的話 我們要把這4座電塔來併 然後來做共構 所以這個 要我們有一個騎乘來做 我想這個電塔 這個跟河川的共構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我們不希望電塔這個經過民宅 那也希望 整個大漢西 有一個非常 這個嶄新的一個風貌 我想經過這個市府的這個協調之後 整個團隊的這個協調的功能 這個是要給你們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 也謝謝你們在這個部分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 電塔的部分能夠放進來 那麼我們也很期待 整個大漢西的這樣的一個 未來的風貌 可以去重新的做一個呃這個呈現 不要說只有左岸 我想 一萬這個部分 都希望這個整個大漢西 我們可以看到 從從下游的這個櫻哥 一直到我們上游的這個大溪 一直到到石本水庫這個部分 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風貌 對不對 我想 我想在這個部分 一個一個進步的城市 這個市民跟跟水的這樣的一個 而親近 我們一定要把這樣的一個計畫 好好的把它做一個呈現 讓我們的整個市民同胞都能夠 這個與水共生嘛對不對 是 好不好這個計畫 我想 繼續的來推動 那也希望 能夠 在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 把這個評估報告做好之後 然後取得國發會的這樣的一個 通過 讓我們整個計畫 都能夠很順利的來進行 好不好 好我們有什麼新的進度 我們隨時跟易做報告 好謝謝謝謝那請坐 那個農業局長 好 我上個會期 有特別這個跟你請教我們市有耕地 我想大溪有沒有市有工地 市有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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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查出來有農業局沒有 農業局沒有 你們農業局沒有 市有耕地 農業局沒有什麼 地種局才知道 DN局 那我想 因為你們現在有一個計畫 因為我上個會期有在提 那 為了要配合你們農地活用的 這個使用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獎勵小地主大電農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甚至有公有農地的租使用 那來配合我們這個原住民族的傳統 這個 農耕的盥洗 希望你們農業局 好好的妥善來規劃桃園市 成立這個全國第一個原住民文化耕地的示範區 讓農地活化 讓文化扎耕 你們還信誓 那個時候你們還信誓大膽的來答應我說 要好好的規劃 那我今天 今年的這個 公布大膜 都會交在裡面 好 謝謝 好 請坐 好 那麼大家辛苦了 今天我們所有登記發言的議員 通通充分發言完畢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大家到餐廳用餐散會 來